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有大道的存在 才能理解世界背后的真相 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阴柔的象征 也极是道的体现 弱者道之用 道俗把这种美德用在政治 修身 生活上 这个弱者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种软弱 而是似水一样的柔弱之性 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 上善弱水 水是德的体现 正是这种柔弱之道 却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愿 厚德在物正是它含荣万物的特性 无为而自制 化万物为自然 柔弱胜刚强 舌存齿亡 能够保存下来的一定是柔软的 因此在《道德经》中复阴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聘长以敬圣母 知其雄守其词等贵柔重阴的话语 原阴隐秘药一云 阴者阴为无也 无则能变化 无能无有出生入死 所以说道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女性的阴柔之美 即勤劳质朴 吃苦耐劳 慈祥和气 温柔善良 聪明智慧 寒荣不争等美德哲理化 将女性所特有的性格归于伦理道德 如一约词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中华民族一向是追寻中和之道的 道家一贯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 主张男女平等 所谓一阴一阳知味道 短短七个字便道出了道教的人文关怀 太上道祖的《道德经》 突出阐明了阴柔思想的重要意义 上善若水 柔能圣刚等一系列前沿的理念 也深深影响着后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等 而早期道家经典《太平经》一书 更是十分鲜明地指出 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 乃能相生 乃能相扬 一阳不失声 一阴并空虚 无可阳也 一阴不受话 一阳无可失声同也 这些道家的经典都深刻地反映了道家对于女性的态度 因此可见在道家中女性绝非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 独立人格 乃至于独立神格的重要角色 其实所谓风水并不只是相信神灵必有 在我眼里 风水应该是我们生存的微观和宏观条件 人文环境与我们的身体生活相互影响的一门学问 举个例子 同样身体状况的两个人饮食习惯和生活水平完全一样 但是一个在整齐的屋子里生活 一个在杂乱的屋子里生活 两个人的身体状况会明显不一样 这就是风水 我有一个朋友 他妈妈有一个好姐妹 当时嫁给了一个富豪 然后住别墅 过上了豪门的生活 一开始很幸福 但是没有过多久 那个阿姨就去找他妈妈诉苦 说是他丈夫在外面有人了 当时他妈妈在劝说了那位阿姨走了之后 对儿子说 我早就知道他们的婚姻不会幸福 难得迟早出柜 儿子不解问原因 他妈妈懂风水 直接对他说 他家里的风水不好 儿子还是疑惑 母亲进一步说 一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晚上回到家里 一进门就看到鞋柜里的鞋子摆得乱七八糟 你会有一个好心情吗 二 你想去吃点东西 走进厨房 橱柜都落了一层灰 你还有胃口吗 三 你想喝点水 打开冰箱 各种零食蔬菜随意摆放 你还喝得下去水吗 四 你老婆蓬头垢面 抓着你就聊打麻将 赢了多少 输了多少 买了一个镯子多少钱多少钱 你还有心情听吗 五 你在外忙了一晚上生意 一大早回到家 想喝点热汤节酒 推开卧室门一看 老婆还在睡懒觉 你说想吃饭 她对你说 我也饿了 你要不下去买点方便面 回来煮了一起吃吧 你会下去买了回来吗 女人是家里的风水 那位母亲说 有一对小夫妻 女孩子化着淡妆 看上去很可爱 而且特别爱笑 和他们聊天很轻松 他们就讲到上大学 工作 然后认识交往 两个人靠互相鼓励 共同打拼 到最后结婚的很多事情 不管讲到什么 两个人给你的感觉 都是温馨的 甜蜜的 特别是女孩子 还不时爆料男人 一些好玩的事情 调皮但是不过火 这样的场景 让销售人员都觉得美好 而羡慕 谈单过程自然轻松 销售员也会不自主地 想要去给他们 最实惠的价格和产品 当然也遇到过一些女人 从一进门开始 就一副老气横秋的苦瓜脸 从头到尾 一个接一个地挑毛病 两个人更是有点小事 就吵个不可开交 更有甚者甚至当场 气得一拍两散 各自回家 本来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就变成了这样 这种客户常常买的东西 都要比别人贵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购物环境 一种舒适的购物体验 一个美好的谈判氛围 越是斤斤计较 就越是给销售员压抑的感觉 这样很难达到 心理预期的结果 这样看来 女人可以给家里带来财运 其实那些越是处处 要占便宜的人 往往到最终 没有真正占到便宜 而那些真正懂得生活的人 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好运 你有没有觉得 在你身边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愿意交往的 总是那些开朗活泼 大方温暖 能给你提供正能量的人 而那些凡事 都去考虑自己的迎头小利 整天长虚短叹 处处纠结的人 拉里拉他的人 你唯恐躲之不及吧 另外通过了解 还发现 越是那些开朗活泼的女孩子 家庭生活 越是幸福和睦 生活条件也越是好 而那些不修边幅 没有素质 整天就喜欢抱怨的女人 幸福指数就越是低 男人是山 女人是水 其实就是财 从男女关系来说 男人有财没财 跟女人关系很大 一 经常患女人的男人 发不了大财 二 只会怪女人的男人 也发不了财 三 吃软饭的男人 发不了财 四 担不起责任的男人 发不了财 五 对未来没有规划的男人 发不了财 六 男人泡女人 不懂珍惜的 发不了财 七 沉迷游戏的男人 发不了财 八 不愿意吃一点亏的男人 发不了财 九 算计女人的男人 发不了财 十 小性子十足的男人 发不了财 十一 没有主见的男人 发不了财 十二 好吃懒做的男人 发不了财 十三 和女人一般见识的男人 永远发不了财 所以男人怕老婆的家庭 都很容易富裕 最少也会小康 所谓怕不是畏惧的意思 而是疼爱 珍惜 舍不得自己老婆受委屈 女人温柔如水 男人运势就好 家庭自然兴旺 而女人若经常像个孕妇一样 发脾气 男人肯定运势很差 家庭自然很衰 其实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女人脾气好不好 就看男人有多疼自己的女人了 所谓厚德在物 水能在舟 乙能复舟 所以有人说 一个家庭幸福不幸福 80%取决于女主人 看一个女主人的精神面貌 就差不多可以判断 她的家庭的现状了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 中国大多数社会关系里 女人的关系其实多样而复杂 同时也是最影响家庭环境的人 女人往往在家里待的时间 要长一些 要处理家里的大小琐事 常常还要最直接 面对老人和小孩 还要关心男人的事业什么的 真的很不容易 忙碌容易使女人忘记自己 在平淡的生活中失去自我 而一个成功的女人 总是懂得生活 也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魅力 同时也能影响一个家庭的兴衰 妄夫妄家妄族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